那你在美國念事的時候會有遇到那種 學校裡面滿街的中國學生跑來跑去這種狀況嗎 沒有呢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芝加哥的 可能芝加哥東方人就比較少 有日本人跟韓國人比較多 可是其他的國家的東方人就比較少 對 所以你有在美國遇過死腦筋的中國人 然後跟他對嗆嗎 還好耶 因為基本上第一個遇到中國人機會不多 那第二個遇到的話 大家就是品水相逢 就點頭之交而已 所以也不至於談到太深或是政治性的議題 對 就比較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好像有些留學生是遇到那種 看到你是台灣來的就會主動跑來講的 主動跑來找你講的 真的嗎 沒有遇到的話算是還不錯 對啊 是沒有 不過他們看得出來有些中國學生是滿有錢的 對 就是開號 好像滿兩極化的 可能吧 我遇到就是那種開著好車啊 非常好的車這樣子 對 就是有錢有錢的鑰匙 拚的就拚的要死 可能 對 好 然後我們繼續來放一首歌 這首歌也是有兩鬼組在一起的 然後是第一鬼是九二共識 然後第二鬼是不能說愛台灣 OK 對 那九二共識就是 呃 基本上還是要大家在網路上查會 查到比較詳細的資訊 對 然後 好 先來聽歌 OK 剛才放的是不能說愛台灣嗎 是 這首歌其實就是濃縮了你的整個 就是為什麼選擇這條路的一個 算是自我告白嗎 我想就是一個 怎麼說 就像他一開始就講 這一代啦 真的經過很多身份認同的轉變 那到底 到底接下來的路怎麼走 或是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孩面臨什麼樣的抉擇 這個 實在真的是值得深思啊 對 那我們 那我們 我們今天的節目一樣是有上相量於政治的分隔線 OK 對 然後有關政治的話你們到下半部再講 那上半部還是繼續聊比較跟音樂有關的話題 對 好 那接下來要問一下就是 你在美國看過了很多很爽的表演 你在台灣看過的表演裡面 就是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場 台灣喔 我還是得說是DJ Crush 因為他來台灣兩次 欸好 不只兩次 兩三次 但是我就去看過兩次了 對 他來我就去看 那真的是 還是 非常 折服在他的這個 這個 他的演出 他的音樂 然後 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像 譬如說 Dream Theater Dream Theater 他們來了好幾次 可是我也是去 兩次嗎 我也去看了兩次 對 就 就是很讚 就是很讚 對 那其他的其實真的 有看滿 也有看滿多 但是真的印象沒有很深刻 對 已經 對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印象讓我深刻的表演了 對 DJ Crush來台灣的表演是辦在什麼場地 Luxy 那是Luxy Luxy 對 就是那種 跳舞的地方 就是辦DJ的表演 就是會有一種感覺好像 你不太確定去的人是不是都是看表演 就是 我記得那 最近的那一次 我忘記是去年還是前年 然後 你可以看到就是 當他 當DJ Crush開始放歌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人就開始 表情就開始怪怪的 就會覺得說 你在放什麼東西 不好跳 對 對 到底你在放什麼鬼啊 然後就開始走 走到吧台 或是走出去休息 這樣 那也好 那剛好把那些位置空出來 我們可以擠前面一點 對 就是可能覺得不夠懂資這樣 對 然後 因為很 就是有一些 朋友就覺得 雖然台灣好像滿想辦 什麼 百大DJ來台 對 對 去的人都是 就是那種夜店卡 好像也不太管你來的是誰 對 對 我倒是 對不起 我倒是 我倒是前兩個禮拜去看那個 善鈴啦 善鈴的表演 真的是 我是覺得他們真的是 有實力啦 有實力 才可以受到這麼大的一些 國際的矚目 這個是沒有話講 很有實力的一個樂團 輪不到我來說 很有實力 很爽很爽 對